2月12日,中国民用航空局召开新闻发布会 民航局飞行标准司司长朱涛介绍 疫情发生后,民航局采取了多种防控手段 阻止疫情扩散传播 航空机方面,我们采取了加强航空机通风、消毒 开展机上健康存查、多化机上服务 明确发热旅客应急处置流程等防控措施 在航空机通风和消毒方面 我们制定了专门的操作指导 机场方面,采取了加强机场通风、消毒 开展进出港旅客体温检测 做好使用后口罩回收处理等防控措施 同时朱涛表示,目前中国载客运行的飞机 几乎全部装配了高效空气过滤器 能够有效过滤掉病原微生物 降低了病毒在飞机上传播的可能 目前,我和载运旅客的运输飞机 几乎全部装配了高效空气过滤器 高效空气过滤器对于0.3微敏的污染颗粒 过滤效果可达到99%以上以上 能够有效过滤病原微生物 大大降低了病毒在飞机上传播的可能 所以请大家放心 相信我们能够为大家提供安全的机上传播 朱涛表示,根据地方政府要求 航空公司需要采集旅客信息 民航局鼓励航空公司使用电子化的线上填报方式 减少填写直至登记表的健康风险 同时对于行程中的安检查验 体温检测等相关工作 希望旅客理解并积极配合 据了解,受疫情的影响 加上免费退票政策的作用 春节以来累计旅客运输量为1221万人次 比去年春运同期大幅下降70% 免费退票政策实行以来 截至2月10日 国内外航空公司共办理免费退票1900多万张 设计票面总金额超过200亿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